Wippy 主席 大家好 猜不到昨晚開始 9月7日晚 2023年的黑雨 驚嚇的程度 比 9月初的10號風球 可能有過之如無不及 我們康城 Wippy 都找到3個流水位 大家會在哪裏 這3個位 就不會在大家的屋園 會在商場和 地鐵站內 去到下午後 大家看到 Wippy 現在叫長安路 為甚麼呢? 整天的車都在長向安 在這條路上 雨已經開始小了 黑雨也解除了 歡迎來到Wippy 主席頻道 未訂閱我們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Wippy 主席頻道 由昨晚開始 相信大家都收到這麼震撼的影片 例如這裏 地鐵站內的水 在地鐵站的入口湧到 地鐵站內 令到有些地鐵位 好像整條 過海隧道一樣 路面情況 無論是港狗都很惡劣 例如這些 Wippy 看到都 打個凸 也很快成為國際新聞 例如這則新聞 其實是新加坡新聞 Wippy 有些同事 很關心一下 Wippy 感激他 早上已經發了這則新聞 問我情況如何 Wippy 也感激他 報回平安 但就知道 原來新加坡在9月8日 上午已經報了這則新聞 再看看其他地方 美國 CNN也有報道 比較多財經新聞的CNBC 也有報道 今天令到 香港的股市交易 休息了一天 更加成為國際新聞 例如法國 例如法國 法國 也有報道 我們香港 這個水浸的情況 當然 剛才這樣浸的畫面 他們也沒有 只有這些 的士 到頂的照片 他們就有 看回全港狗 或者全世界的報道 其實康城的情況 相對來說 就好一點 例如今早 Wippy 分享了一部片 商場 有個位置 流水 其實後來Wippy 就數到另外 總共 在商場 和地鐵站 就發現到 有三個位置 就有 一個流水的情況 相對於 港狗其他地方 就叫 好很多 所以不要經常都說 康城真的不太好 其實今次 雖然 這個黑雨 這麼嚴重影響 全港狗 但是 康城相對來說 就會比較安全 但是大家 可能都想知道 究竟哪三個地方流水 我們不如一起去看看 首先 Wippy 來到 2023年9月8日 地鐵站的位置 這個已經接近 旁晚的時分 Wippy 其實 剛剛由 地鐵站出來了 就看回 大堂這裡 沒什麼特別的 其實 慢慢 其實已經回復了 正常服務 看到 這邊 尾心 7-11 也有開 第一個 Wippy 發現 流水位 其實反而是 上車月台 這個位置 就是近著 應該 我也不知道 叫做 車頭還是車尾 但是看到水桶陣 2466個水桶 在上面 流水 但是要猜 水源 也挺困難 因為月台這裡 其實是在整個康城的地面 應該斷古就是上面 商場 要不就是車廠那裡 有地方 流水 但是已經跟這個 譬如 黃大仙站的比較 已經是兩個世界 去到 其實 譬如 停曬雨 黑雨 之後 其實黃大仙站 去到現在 旁晚時分 其實還未完成 應該有很多 淤泥 塞在裡面 不單是黃大仙站 譬如 彩虹站 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好了 接著我們上回來了 離開地鐵站 去商場 這個位置 我相信大家都會很熟悉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要坐地鐵 回康城 一定會在這裡 排幾轉隊 第二轉 在這個位置 留意在左邊的位置 又有水桶陣出現 大水桶 小的水桶 都是遮住這個角 看來就是上面 這裡看上去 應該就是 玻璃幕牆頂 商場頂 樓 由夜角滲 滲 滲到下來 就要靠這裡 找些水桶擋住 所以呢 其實在地鐵站 和地鐵站 一上來 已經很容易 找到兩個位置 就已經是 看到黑雨影響到 流水的情況出現 接著我們進來 LV3 中間這裡 其實有條電梯上去 這裡還封住了 為什麼呢 其實這裡 上午 整個LV4 這一節的範圍 是封住了 也有流水的情況 這裡 其實今早的時份 就是LV4 經過了 KFC和譚仔之後 已經是 一早就圍滿了 我們再走過去看 原來一早已經有些 商場的工作員在這裡守住了 理論上 可以看到 這些是大的垃圾箱 即是大的水桶 就這個上面頂那裡 就流下來 這個位置 其實要看 就會是我們 康城第十二 以及第十一期的上面 LV5 在工作的地盤 就有機會上面流水流下來 如果大家有看過 第十一期現在正在購買 上面 其實LV5這裡 會有一個 都挺長的泳池 在上面 希望將來會做得 就會流水那裡做得好些 因為黑雨都流得那麼厲害 應該是左手 左上角這個位 就流下來的 還流了一個大洞 所以這邊電梯 都要馬上停了 所以今早 整個範圍 都封了 LV4 在那個位置 變成 大家 要走過去 麥多歐那邊 都要回到LV3 才可以再走到 那 當然 大部分 其他情況 商場照舊 流冰節目 繼續開始 所以 其實 總括來說 康城 今次黑雨 就幸好一點 沒有受到這麼嚴重的影響 就沒有 譬如中九龍 黃大仙 這個黃大仙 商場 就真的 看到 很驚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收過這個影片 整個商場 浸了 一樓 不單是地鐵站 浸了 這個商場都浸了 差不多 好了 其實呢 一個很短的時間 用幾分鐘 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黑雨 地下 康城裡面 流水之處 不同屋頁 其實都有流水 情況 VP今天 不詳細說 有機會下一集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早其實出了一條影片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至於九月一日的情況 可以來到VPJ的頻道 看看 尤其是十號風球震 有些特別情況 大家可以來這裡 緩顧一下 除了剛才所說 家居要預備些什麼之外 都可以留意 因為有些 例如爆槍那些 就比較難搞 正如VPJ 也是三年戰 出的那條影片 129 裡面都有提過 可能最後都可以留意 可能需要買個保險 有個保障 就會深按理得一點 詳細可以看這條129的影片 還有在大風之前 究竟街坊 在商場裡面 究竟是在搶什麼 買什麼 去看這條影片 去更新 好了 很快總結了一些 不同的資訊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祝大家到安全 打完風之後 回復正常生活 VPJ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影片 包括全張奧最大的商場 在哪裡 已經開了的 張高奧藍田隧道 以前的施工情況 這些歷史的片段 另外 已經在建立 跟我們康城 和張奧街坊 息息相關的 六湖幹線 其他部分的情況 以及結構 預算 設計 如何呢 另外 康城有條新的 7x24行人通道 最新情況如何呢 記得來回我們VPJChannel 我們下集見 時事留心即學問 多謝大家收看VPJChannel 我們下集見 如果想看VPJChannel 其他影片 歡迎來到VPJChannel的網頁 例如在康城的生活圈 由最近距離5分鐘內 到15至20分鐘內 附近有什麼特色的社區設施 又或者有什麼特別的最新發展 影片 亦都有主力去介紹 跨灣大橋再加張的蘭田隧道 接近500英的工程 由無到有 究竟有什麼特色之處 VPJChannel 有超過二三十六片 去每段時期去分享一些特別要點 以及一些特別要點 記得不要錯過了 如果你不是很習慣 看Youtube的playlist 你想有個time sequence 像Facebook一樣去看VPJ仔 不同的資訊分享 是關於日出康城的 有一個網頁叫做 Facebook日出康城 Group VPJChannel 記得加入這個群組 就有個time sequence 給你提醒不同的分享 有甚麼 ooh 有個人總統要聽到 就可以 踏啦 有菁欣路 VPJChannel Kkun